随着选举的白热化 利用AI人工智能技术 恶意改动原来影像的深度未造影片 引发各界的担忧 州长纽森刚刚签出了三项法案 要求社交媒体公司采取更多的措施 来监管深度造假影片 旧金山有一家科技公司 正在开发最先进的软体 可以侦测深度造假的影像 国灵家的报道 网络上流传的未造影片 有些很容易辨识 例如这支2020年好莱坞巨星 Tom Cruise选总统的影片 大家知道他没有参选 也没有录制竞选影片 还有这支前州长阿诺史瓦辛格 在爱丽丝梦游先进的 Wizard of Oz唱歌 其实也是假的 但是有一些影片 却似真似假不容易分辨 像这支乍看以为 是民主党总统候选人 贺锦丽的竞选广告 还提到拜登总统 结果出现这句话语出惊人 当然这肯定是支假广告 这些以假乱真的影片 经常会让人信以为真 旧金山的科技公司 Hive使用先进的演算法 和人工智慧 可以让这些深度 伪造影片现行 Elon Musk转贴了这则仿造贺锦丽竞选广告 结果引发和州长纽森隔空口角 纽森在Dreamforce大会 与Salesforce执行长Mark Bendioff对话 纽森已签署了三项法律 要求社交媒体公司 要标示出深度伪造影片 或是完全撤下 并限制使用者和公司 在选举的120天内 不得分享涉及散布 政治错误讯息的深度伪造影片 另一方面 加州众议员Adam Schiff 昨天提出跨党派法案 建议采取更多措施 来监管人工智能影片 并赋予联邦选举委员会权力 来监管政治影片中的人工智能使用 26台记者古灵驾报道 文章 2 4 1 2 3 2